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5月3日星期三 这里是赖子聊书139期 半个月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几起 引起海外中文媒体持续议论的事件 其中的一起就是一篇猛烈抨击刘亚洲的文章 以及关于刘要被判处死刑的传言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件事 刘亚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前政治委员 今天的赖子聊书就说一下刘亚洲 看看为什么刘的命运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那篇抨击刘亚洲文章的标题是 刘亚洲要为谁殉道 文章的署名是贺兰丰 文章首次在4月12日登载在一个网站上 网站名字是红色文化网 文章在一开始就列举了刘亚洲的四大罪状 一是鼓吹西方民主制度 要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二是立主军队国家化 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和改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是试图借史欲经 借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从西路军失败中解密印证中央战略决策指挥失误 四是大肆宣扬西方的人性论 试图用人性人权等谬论 动摇和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军事学府 肩负着培养高级军事和政治指挥干部的任务 他成立于1985年 首任校长是张震上将 而张震在淮海战役时 是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 在中共军队双重领导的体制下 政治委员简称政委 是与军事指挥员平行的政治首长 国防大学政委的职责 就是确保国防大学的政治方向 刘亚洲要为谁殉道一文所列的四中罪 实际上是在说 刘亚洲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且还在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是在破坏中共的军事制度 这四中罪并非没有根据 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刘亚洲从来没有质疑过中共的军事制度 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但他的一些作品会引导人们提出这样的质疑 比如他在《金门战役之检讨》一文中 就暗示读者注意 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是中国大陆要有与台湾一样的政治制度 这实际上就是说 中国大陆只有在成功的实现了民主化之后 两岸才有可能统一 这等于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刘亚洲大概是人民解放军中 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 公然表达与党中央不同的意见 在解放军里无异于是自杀 在现在极为罕见 但是如果回顾整个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历史 在最早的共产党军队中 就是在苏俄红军中则是不少见 出现质疑党中央政策的原因 是当年苏俄红军的政工人员 都是有文化有思想追求理想的人 是真正的革命者 仗义之言是他们的天性 但在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的转变过程中 这些人或是适应了环境 把自己变成了党的罗斯丁 或者就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过程中消失了 中共的延安整风也是一个类似的过程 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作家丁玲 和评论家王世卫 刘亚洲是在延安整风十年后的1952年出生的 虽然革命者在战争年代中的理想主义正在迅速消退 但是刘亚洲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保持革命的活力 后来被当时最有名的理论家张春桥概括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 15岁的刘亚洲就紫城副业 成为解放军连队里的宣传骨干 后来又成为团里的宣传干部 再后来就作为工农兵大学生 进入武汉大学英语系学习 在1975年毕业后 被分配到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 在斯恩邦倒台后的1977年 他就出版了小说《陈胜》 到了1987年 刘亚洲已经发表了八部小说及报告文学 在国内颇有名气 但他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 是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 《金门战役之检讨》 此时由于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 首次带领民进党战胜了国民党 成为台湾总统 两岸关系乌云密布 而人民解放军手里除了核武器 就没有可用的武器了 但是大陆的公众却以为解放军真能够朝发西智 轻易占领台湾 刘亚洲借着回顾《金门之战》的前因和过程 提示大陆公众不要乐观 《金门战役》发生在解放军横扫大陆的时候 解放军万万没有想到国军竟有勇气与自己血战 而且还全歼了自己的三个主力团 解放军吃过无数败仗 但是在此之前还没有整团的被全歼过 刘亚洲说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解放军不知道什么是渡海作战 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是台湾了 更何况今天的台湾 与五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予 孙中山等革命先辈的理想 除了国家统一外 都在台湾实现了 刘亚洲实际上是在提示大陆读者 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取决于中国大陆是否遭守政治改革 以及政治改革能否成功 刘亚洲对台湾成就的肯定 反过来说 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 而他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这场空前革命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弱胜强 战胜远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 原因之一就是 组织性远远胜于国民党 而政治委员就是这个组织体系中的核心 刘亚洲就是这个核心中的一员 当金门战役之检讨一文发表时 刘亚洲是人民空军副政委 兼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 在此之前 刘亚洲担任过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政委 党委书记 北军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刘亚洲是在公然非议中共的台湾政策 刘充分意识到台湾问题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 而且中共又不可能具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 同时还不能告知公众真相 刘亚洲因此就通过回顾金门战役来引导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是大陆的民主化 刘亚洲之所以只能引导而不能阐述 是因为他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政工人员 是人民空军的副政委 他的任务是要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和政策的实施 而不是质疑 刘亚洲因此就处在与许多苏军早期政工干部相同的境地 这些人由于表露出对斯大林政策的意义 结果引来杀身之祸 从金门战役之检讨一文的反响 以及刘亚洲之后的升迁来看 刘达到了提醒公众又不伤及自身的双重目标 刘在2009年被任命为国防大学政委 在2012年从中将晋升为上将 这个任命和晋升体现了江泽民时期相对开明的政策 而刘在2017年提前退休 则是对习近平新政策的反应 由于习要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刘就不再适宜继续担任国防大学政委了 就像贺兰丰那篇 刘亚洲要为谁殉道一文所说的 国防大学的许多教职员 指责刘亚洲把学校搞乱了 这种指责是正常的 国防大学的一部分是以前的解放军政治学院 而这个学院集中了军内最开明和最保守的人员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工干部的双重性 就像前面所说的 由于自己的革命的性质 中共军队与他的魔本苏俄红军一样 都吸引了大量的知识青年 这些人追求社会正义 有革命热情 这些人被分配到政工部门 政工部门因此又成为军内最开明的部门 但是由于直接管理人士权力巨大 又肩负地宣传党中央政策的任务 政工部门因此又最为保守 思想敏锐 情于写作和发表作品的刘亚洲 显然不适合担任这样部门的主观 但是刘没有抵挡住权力的诱惑 把自己放在了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 还不能公开的从自由民族主义中 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来摆脱自己那种解放军宣传干事的门风 那就是夸张、不连贯、无逻辑和蛮横 或许是因为这种思想深处的困境 刘亚洲还没有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 刘的提前退休 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早在2021年12月 北美的中文媒体就有刘亚洲被审查的报道 时隔一年零四个月后 那篇刘亚洲要被谁殉道的文章 就在4月12号出现在红色文化网上 之后马上被转灯在智库网站昆仑册上 但是大约10天之后 这篇文章就从大陆的网站上消失了 虽然这篇文章下架的具体原因还不得而知 但一定与刘亚洲的影响有关 人民解放军已经因为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而声名狼藉 但刘亚洲的成名是因为他的写作 而不是他作为国防大学政委的职权 刘以思想者和感言者而扬名于中文世界 而他的言论又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历史问题、军事制度问题以及对台政策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还涉及中共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问题 要否定刘亚洲就要直接面对这些问题 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否定林彪 林彪之死动摇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让人们开始怀疑中共的全部历史 而否定刘亚洲就要概括和总结刘亚洲的主要观点 而这些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都是致命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刘亚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 相互否定或者相互摧毁 刘亚洲想否定却无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 而中共要否定刘亚洲 就要替刘亚洲说出他无法说出的话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